前段时间,罗云熙拍戏时被对手不慎打伤就医,脸部缝针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,很多人纷纷地关心她的伤势,同时也担心她的下一部剧《长阅记名》是否会延迟。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了,这部剧如期开拍了,并且在近日顺利举办了开机仪式,几位主也稀署到场,作为男主的罗云熙也在受伤后首次露面, 身穿一袭古装巨服,脸部无伤痕,帅气依旧,让不少粉丝们放心了。 罗云熙被誉为古装剑膜脸的媚言,一直备受追捧,如果受伤实在太可惜了。 她旁边站着饰演女主的白露,也是一身古装造型,两个人之前曾合作过半是蜜糖半是商,算是老朋友了。 这次再合作格外熟悉,CP感也是足足的。 趁此时机,剧组还发布了演员的定装照,同时几位主演也配合地在某音平台玩起了视频变装的梗,宣传了一把剧,成功上了热搜。 罗云熙的造型是黑色紧袍,外罩斗篷,头戴金冠,格外霸气,配上深邃如刀靴般的脸,健美醒目。 傅黑中带着一丝妖异,这和她之前经典角色润玉的造型可谓是两个极端,一掀一抹,给人很强的颠覆感和冲击感。 她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外表淡漠隐忍,却是天生摩根,不懂感情,残忍试杀的反派型男主,傅黑且深情。 罗云熙的人物造型非常贴合原著角色,被网友认为是还原度很高。 女主白露饰演仙门掌门之女,她为了逆转师门和三界的结局,回到过去,拯救一切的始作俑者。 大魔头弹抬尽,开始了时空之旅,白露在剧中造型青纱广秀,流苏俄逝,浸显仙女的活泼灵动,比起白露之前的古装造型又美出了新高度。 小花陈都玲在剧中饰演女二号叶冰赏,她最广为人知的标签可能是最美笑花, 外表给人清秀纯净的感觉。 不过,她这次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白莲花型女反派,还是很让人期待的。 定庄罩也非常的美,端庄舒雅,把她原本有些寡淡的脸也显得更华贵了, 很适合书中楚楚可怜的叶冰赏一角。 除此之外,还有大师兄,公也无忌和叶清语,虽然妖精,但也有着深情的灵狐。 长岳晋明的定庄罩一公布,没有一个颜值不在线的,被网友赞道, 这剧的颜值真的是绝绝死了。 虽然还未播,但刚看脸这部剧也可以打个高分了, 而且不仅是美,该剧的选角也是很贴合原小说人设的。 长岳晋明的剧本改编自《腾罗为之》的《黑月光拿稳B》剧本, 希望播出后能够有很好的演绎吧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,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。